欢迎收看小理说球 太阳正式被托管 这确实是被托管了 我真就逼啊 真的能在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你逼了把企业卖了 中国也不说了 这个问题有点敏感 因为他谈的就是这些问题 估计还是保罗还是真狠 保罗说你必须离开球队 你必须走 结果保罗把老板给炒了 老板卖了球队 保罗乃NBA全是滔天第一人 超过大黄詹姆斯 安努尼在他面前只是小憋三 有人说这安努尼有什么灰色背景 他一走纽约颤颤颤是不是这样 没有这么牛逼 他在黑道世界里可能有一定的小小的地位 但是在NBA里他毛也没有 他2020年2019年到2010年 都没球可打了 不是利达德看他可怜 给他一口饭吃的话 他早就离开了NBA 到现在有人要吗 不还是没人要吗 说实话 吹牛逼吹大了 只能说呢 是吧 当年确实帮助詹姆斯平坡市 那只是在下层影响力 保罗是 当然我咱们 你说在NBA里的能力啊 你说这个你有涉黑情节在NBA里管用 不管用呀 你敢打谁啊 你敢打谁 不知道你不知道 你这种做能能能能到什么后果呀 就说加雷特这个事能说是什么呢 能证明什么呀 那最后不也不也是双方和解了吗 他把加雷特打死了是怎么的 他这个人呀 只能说 哎 都不低调了很多了吗 求着联盟赏他一口饭吃 现在也没人少 保罗不一样呀 保罗现在已经干翻了好几个老板了 太阳老板 快船老板 黄蜂老板 火箭老板 保罗一个人干了四个老板 这就是全是滔天 保罗呢 多年稳坐NBA的工会主席 可以说是跟NBA高层呢 跟肖华呢 也是狼辈为奸 所以说很是有权势 老詹不行 但是三个人分别不同道是吧 老詹在媒体方面 或者是在NBA的群众方面 粉丝方面很有势力 但是安东尼呢 是在下层是吧 在这什么是下层呢 就是看不起球的那些穷人方面 黑人黑色会方面很有威 很有纽约地那会儿 某个地方很有势力 但是保罗呢 是上层 上达天庭 在NBA的世界里 保罗应该排第一 詹姆斯排第二 安东尼排第三 要是如果是 黑到背影 在全世界都见不得光的 你不要吹牛了好不好 这个非得吹呢 非得说安东尼在NBA 又多牛逼多牛逼的 差点给 差点比杰内特揍死了 这个人呢 他可能年纪很大 但这个心智 心智不成熟 这个心理年纪应该超不过十岁 看古惑仔看多了吧 美国也是法治社会 那他肯定是 哎呀 他这种 他因为他枪枪自由 肯定那你有几个变态 有几个精神病 死几个人很正常呀 但是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混乱 黑社会并不是啪啪啪 就开枪 就你看古惑仔看多了孩子 我劝你做个好人 不要信这些东西 你信这些东西 未来你那后 你那社会上这个路 你很难走了 做一个讲道理 遵纪守法最重要 对吧 比你有钱 比你国家大的人 因为违法犯罪死 多的多太多了 我们这些年判了很多老虎 苍蝇也死了很多 所以说你记住了 四个字 遵纪守法 对吧 看 criticism 在可能�� 在那某游